拿著自己採收的小米 開心合影留念 華埔計畫2.0系列活動 為了重現過去傳統社會 大家一同採收小米 同時感謝大地次與作物豐收 在小米採收階段邀請族人 以及對原民文化有興趣的青年 學習採小米 捆小米的方式 原住民文化非常的純粹 就是回到土地跟人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是這個主流社會 還蠻缺乏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每一次來參與 都會重新回到思考人跟土地 人跟環境的關係 那這次計畫的主著主要就是 透過小米的整個技藝的流程 從開墾一直到進倉 其實主要就是透過 我們種植的這次的小米 能夠跟部落的老人家分享 會有這些小米 也是因為過去有外國學者 將台灣的小米品種 帶出去國外研究 近幾年在台大推動的 小米回家行動中 發現其中有28種 來自南投信義鄉 而台大實驗林 也在當地青年發起花府計畫 小米種植之後 提供經費以及場地等 希望能夠與部落合作 將這些原生種小米 繼續在原來的土地上 富裕著壯 我們基於這個大學社會責任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重新可以把這一個作物 重新把它帶回到我們的部落 來振興我們整個的部落經濟 那也把這個文化的部分 重新再帶回來 雖然這次收成的小米產量不算太多 但秉持著花府計畫的精神 哪怕只有一小塊盆栽 或是只夠煮一鍋飯 都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而當地青年也在今年成立 南門案青年組織 透過組織平台 希望有更多人參與其中 期盼藉由一步一步的積累 將族群重要的文化精髓 孕育回來 也持續傳承下去